绿地山东联合山东广电 举办的绿地梦想杯 2021首届纸飞机大赛启动之后 很多朋友报名参加 经历了多轮海选之后 今天迎来了最后的总决赛 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据说高手云集 御风竹梦 御风竹梦非同反响 今天是总决赛了 是山东广播电视台战 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刻了 我们一起看看 究竟哪一位小朋友 能够获得好成绩吧 进入到最终的决赛 小选手们一个个摩拳擦掌 跃跃跃试 今天有没有什么目标吗 今天目标就是精准投 那个能不能到70 上次60我飞偏了一点 飞到了60 本次直飞机大赛 共分为三个项目 直线抛投距离 空中悬停时间 和精准定向投掷 经过激烈比拼 三名小选手脱颖而出 分获冠亚季军 我比较热爱 喜欢直飞机 而且我也对这个直飞机 有过一些的研究 比如呢 您说过什么研究呢 比如我就研究一些 一些直飞机中的技巧 还有它们主要的方法 因为直飞机想要飞得远 飞得久的话 那就要注重这两个点 今天我获得了冠军 我很高兴 我会和妈妈一起分享 这份快乐 除了赢得丰厚的奖品 比赛结束后 获奖选手和家长 还一同参观了 山东广电大楼 直飞机大赛活动 开启了绿地山东 超级梦想夏令营主题 暑期档之旅 今后我们也将持续推出 不同类型的社区文化活动 丰富业主多元化的生活 让家长与孩子 一起参加活动 一起享受快乐美好的 亲自时光 直飞机 其实是我们童年的一种象征 看了今天这比赛 我们能感受到说 虽然扔的都是纸飞机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技巧 和技法在里面的 希望这样的比赛 能够让孩子们收获 更多的快乐